詞曲 《 us 》 面對國際競爭的時候 你要做哪些事情 我要跟各位講 你們的年代跟我們的年代不一樣 你們的年代 這個競爭其實是更激烈的一個時代 我們來想想看,在今天,我不曉得這邊有沒有商學院的學生 有沒有商學院的學生,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裡面有商學院的廚師 我們有練力系的同學,有沒有圖人在這裡 我相信商學院的學生或者是經濟系的學生 都習慣有一個觀念叫做 Product Cycle 就是產品週期 產品週期是一個商業的觀念,它也是一個經濟的觀念 也就是說,一個產品在市面上銷售 或者是在行銷體系裡面銷售 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它必須被另外一個世代的產品所取代 那這個Product Cycle究竟有多長 因為一個Product Cycle會決定,你這個人對這個Product Cycle開始轉變的時候 那你在下一個世代的產品裡面,你要代表什麼樣的設計者 這個製造者,甚至是消費的問題 所以人跟這個產品的週期,其實它是相關的 那我們來看看,在幾個世紀以前 這個Product Cycle很可能是幾個世紀才一個Product Cycle 所以我們看歷史書裡面剛剛講,有人有百年,好幾百年的記憶傳承 那他的記憶是幾百年的家居傳承 你可以講到這個Product Cycle其實它是好幾百年,甚至於好幾個世紀 那工業化,工業革命之後,這次Product Cycle就開始加速 但是一直到上個世紀,也就是20世紀的前半期 我們還是看到Product Cycle其實還是一個蠻可以接受的速度 比如說幾年或幾十年 到了二次大戰結束,我們進入到上一個世紀的後半期的時候 這個Product Cycle度度加快 今天我們的Product Cycle,可以以幾個月來計算 以幾個月來計算 我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好了,這個就是手上的手機 這個手機,你想想看,多久你就想說換一隻新的 新的它有新的功能 那手機的換的速度其實就是現代人 對場面遇到的這個所謂的發展 這個所謂的發展